大家好 我是陳子千律師 今天我只想跟大家說一個話題 就是我要插爆林作 我覺得林作實在太可惡了 我要說出他的惡行給各位網友聽 不斷抽水 在所有不幸者的傷口上灑鹽 我會說他怎樣做到大律師 他的來論去脈 為何做不回大律師 為何會去做保險 我都分析到 為何會這麼刻認真 我都會說到 好,我們立即開始 我想各位網友都知道 上星期五發生了一件非常不幸的 荷里活廣場事件 在這裏我就不多敘述了 因為各位網友都會知道 但我想說的是什麼呢 就是之後 林作竟然將這件這麼不幸的事 都拿來抽水 說自己說是香港抽水王 我經常覺得抽水不是不行 但也有一個限度 其實他之前都做了很多 很有問題的抽水動作 為了出名不擇手段 他以前還要說自己是大律師 我也不明白為何他會做到大律師 我覺得我都不恥 與他同一個行業 事願 他是怎樣抽水的呢 就是當那件事件發生過之後 他竟然 穿著和疑犯同款的黑色球鞋 在那裏賣 就說用來跑步最適合 之前練拳用的 還要扮那個疑犯 穿很像的上身衣 竟然這樣也抽水 他的痕痕發出來之後 在Facebook 就遭到大量的網民圍攻狂插 之後他就刪了一段痕痕 之後 他還不知悔改在Facebook上再發帖 說他自己是從來不會道歉的 所以他才可以走到今天 其實這件事我是絕對不認同的 他也放了他女朋友 阿裕美上台 當裕美和林作做大貨直播的時候 他就只是阿裕美出來 就說因為林作害怕 所以就不敢走出來面對網友 後來其實這些全部都撤除了 說真的 全部都刪除了 這些鐵紋都 他自己都知道是壞了 他這個惡行是引起很多的網民不憤 引起公憤 除了在他的Facebook page上狂插他之外 網民也是去到他保安公司Facebook page上 不斷留言說 保城是不應該請這些經紀的 就說如果保城不炒了林作的話 那些網友是會不和保城繼續逐補 或者繼續幫他買保險的 這件事發酵得很快 其實我本人都有在保城買保險的 如果保城繼續用他 其實我覺得這間公司都是非常之有問題 竟然可以縱容一個這樣的人去做保險從業員 究竟那些人怎樣可以相信這間公司呢 這間公司的誠信絕對是會被質疑的 但是幸好保城保險 都很快就出了聲明 已經解僱了林作 令到這件事不會變成保城保險的公關災難 那這件事我是要賺保城保險的 做得對 這件事絕對是應該要懲戒林作 炒他還是事小的 那當然啦 林作被人炒了之後 更加不知廉恥 不知悔改 還說自己 我現在被人炒不要緊 我就出來再發指其他東西 我會入娛樂圈 或者我會繼續做保險 其實還會有哪間保險公司會要你呢?林作 你這個人這麼有問題這麼沒有口德 那些人還會不會光顧你買保險呢? 你的誠信根本就沒有什麼誠信了 你現在完全就是誠信破產了 大家網民是否這樣看呢? 認不認同我的說法呢? 接著林作的媽媽也出來說 其實他也不用一個兒子 怎麼做的呢? 他說家裡也有一層樓給他收租 雖然不是大富之家 但是兒子也可以一邊做二世祖 阿姐姐 你這樣說我覺得很有問題 教子無方是你 你應該教兒子好一點 讀書記有什麼用呢? 根本心理就不平衡 根本人格就有問題 讀書記也是沒用 大家網友覺得我覺得對不對呢? 接著我現在就跟大家說一下 林作究竟怎樣一路走來 是由一個高材生 成為了大律師 之後再去做補習 最後做保險 林作是在哈羅工學畢業的 當然是名校 以GCEAS Level 8A 和A2 Level 5A的成績 考入了牛津大學 絕對是聰明 在2011年他獲得文學士學位 之後就在倫敦法學院就修讀法律 再之後就在2016年 他就在牛津大學獲得文學碩士 之後他就回港公讀法律執業課程 還獲得大律師工會的審程紀念獎學金 接著他讀完書 當然有很多chambers 很多大律師流會收他 他詩成金牙大狀的青雄 大家都知道青雄是打刑事官司很厲害的 當林作實習完畢之後 他就進入了香港其中一間 歷史最悠久的chambers 張奧偉、爵士、大律師事務所 也有張chambers是很有名的 張爵士當然很厲害 另外也是第一批成為資深大律師 當然現在也有很多很厲害的資深大律師 林作作為一個高材生 進入chambers都是謀口飛的 大家會問他的官司的往績是怎樣的 經過網上搜查 他應該從事大律師生涯 他只是打過三宗官司 有兩宗就是裁判司署的上訴案 這兩宗都是敗訴的 還有一宗就是工商意外賠償的民事案 他是勝訴的 但這宗為什麼會勝訴呢 因為根本的被告沒有出庭 即是他在完全沒有對手之下就贏了 走程序大家都知道 因為沒有對手 所以大家可以自己判斷他的往績是怎樣的 打官司 說真的這個大律師我就一定不會用 幸好他也有自知之明 沒有繼續做大律師 然後竟然想做補習天王 去了遵理學校教英文 他主要是教IOS 他在危中畢業 其實如果他是專心製作補習 都是一件好事 因為大律師 他有這麼聰明 我猶豫回來 我想他都可以造福很多香港學生 教他們一些Oxford English 他的英文能力我想我都不會質疑 說真的 不知為何 又沒有綜藥繼續 就轉了去保城保險 就做保險 然後他在保險的時候 為了出名就不擇手段 就說如何臨作保險 又做了很多出位的事 找了他第一任女朋友 就是茉明詩 很出名 十優港姐 又是律師 很有趣 這次臨作被炒的帖子 茉明詩也有給like 就算分手了 臨作也有不時拿 茉明詩抽水 說真的 接著有御美 跟御美一起帶貨 其實大家知道他轟動 就是和鍾培生的罵戰 兩個做了一個拳賽 鍾培生做得很大 連紅磡海底隧道 都有廣告牌 令到臨作出名 如果網民疫情之間想吃花生 有兩個人出來打拳賽 娛樂大家 其實我覺得沒問題 但是之後他的抽水惡行 就越來越嚴重了 好像之前那樣 在韓國首爾的尼泰元 踩死人事件 他就關注這件事 他不是悼念死亡者 他就是說年輕人 一定要買保險的 如果不買保險 突然間有事就不知道怎麼辦 各樣各樣 其實我覺得是很有問題 你不應該這樣做 死者為大 你應該說一下 怎樣可以哀悼他們 怎樣避免這些事發生 就不是拿一件事來賣保險 之後當然就有今次的 荷里活廣場事件的抽水 今次他真的抽水 就抽著火水 真是引火自焚 這個情況是應得的 保成我都說過 也做得對 應該解僱他 我想將來再有保險公司請他的機會 應該是沒有的 我想沒有保險公司會再這樣請他 如果你說他要做娛樂圈 我想其實 有哪些娛樂公司 會想找他做這件事 一個 把口那麼涼薄的人 我想他絕對自毀在前頭 各位網友又怎樣看 作為一位律師 我是事務律師 林祥是大律師 個人觀感 他打官司應該都不會很厲害 一個這樣的人 如果他繼續從事 大律師的工作 我想我也不會找他打官司 還有可能他師父青紅 都後悔 收了一個這樣的徒弟 我覺得有肉絲門 不知道網友覺得對不對 我覺得他還叫自己是大律師 還叫自己是法律界 我覺得他是法律界之恥 一個律師說話 一定要有分寸 不應該亂說話 我們應該是master of language 我們應該是說話 想過度過 不然我們怎樣取信 我們的客戶 我們的客戶是 將他的信任交給我們 幫他們打刑事案 民事案 可能牽涉很多人生自由的東西 可能打輸要坐牢 或者牽涉很多錢的東西 或者是工資與惡殺傷 人家很慘 就找律師幫 他竟然 一個這樣的大律師 我覺得對法律界 是一個很差很差的影響 幸好他沒有繼續做法律師 否則實在是很有問題 我想其實我都勸喻他 不要回去做法律師 找其他東西做 但我也不知道他可以做甚麼 各位網民怎麼看呢 如果各位網友覺得我罵林作 是罵得對的 請大家 CLS comment like 和subscribe 我的頻道 除了星期六日 和公約假期以外 我會星期一至五 每日一片 我會用正確的法律觀點 和大家分析社會的不同現象 讓大家不會誤墮發網 多謝